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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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索心想的绝不得 一夜苍穹归来 人是一粒歌 今生不可得 天涯各奔 揉心满 田园长久 人喜开阔 离他不远 却静不得 天际一番涌 终去远 百年后 索性思念中成歌 泪如回音寒笑着一本唱过 语情的书并没消失 心肠泪不止 消失 却总不止 有心苍穹睁开阔 我似我谈音也不敢求 我带走 这世间不必多解释 若心痛人不知 如何 有心灰约 你在这儿 在这儿 看到了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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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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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涯 天涯 你们快跑 叶长远 叶长远 救我 别怕 我在 好了 你醒了 叶长远 叶长远 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见 我快死了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叶长远 叶长远 别怕 都完全了 这贼人真是打的 光天化日之下都敢行凶 还有这叶长远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守护皇宫的 哥哥 何儿 你怎么还在宫里 我来找皇上谈点国事 他正好不在 我准备回去呢 天这么冷 怎么就穿这么少啊 不怪雪儒 是我出来得太急了 再急 也得照顾好自己 来 披着点 你这急急忙忙的 这是要去哪里啊 小强子也不知道得罪了谁 被捅了一刀 我正要去看他呢 这会儿皇上应该也到了吧 什么 那小强子没事吧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 都还不知道呢 你跟他很熟吗 当然 他是我在宫里最好的朋友 好 那别着急 我们一块去看看他 走 来 小心他 走 我 我的衣服 你流了很多血 必须要换衣服 这段时间 你就留在这里养伤吧 否则会被别人发现 不过你放心 你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但也不会放任你留在这里 等你上养好了 我就送你离开 快 把药喝了 小强子 快 快 小强子 参见皇上 上哪儿了这是 见看看 皇上 太医刚给他上了药 这会儿不能见风 疼不疼 严不严重啊 我没事 谢谢皇上关心 燕统领 怎么会有人在宫中心思 臣已经派人去查了 小强子 你可有见到凶手 皇上 皇上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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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礼 你怎么样了 到底是谁做的 你告诉本宫 对啊 小强子 你别害怕 大胆说出来 到底是谁 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皇上 娘娘 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是萧全 是他要杀了我 萧大人要杀你 他为何要杀你 因为 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我看见他一下犯上 冒犯皇后娘娘 他要杀我灭口 我 大胆萧全 皇上 简直就是罪不可恕 叶统领 将他就地正罚 皇后打入冷宫 永不可恕 皇上 臣妾冤枉呀 臣妾不愿意进冷宫 做出如此犹辱皇家之事 还敢说冤枉 好 既然你不愿入冷宫 那你就去死吧 不要 皇上 不行 弄死萧绣还牵连了皇后 皇后是无辜的呀 这事不能说出来 皇上 娘娘 你们要为我做主啊 是萧大人要杀我 萧大人要杀你 他为什么要杀你 皇上 臣冤枉啊 臣和小强子无怨无仇 臣为什么要杀他呢 还有小强子 你别倚仗皇上对你的宠爱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这是陷害忠臣 小强子 本宫拿你当朋友 你竟然诬陷哥哥 小强子 我果真是看错你了 小强子 朕也没有办法了 朕不能含了两位忠臣的心哪 要么死他们两个 要么死我自己 不行 这样也不行 凶手是在背后动手的 我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 你放心 有燕统领在 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 为你报仇的 小强子 你跟朕回去住吧 宫里吓人多 方便照顾你 不用了皇上 燕统领照顾我 照顾得挺细心的 燕统领怎么照顾你啊 他得追查凶手呀 乖乖电话 真是为你好 皇上 小强子伤口刚包扎好 不可乱动 这个时候 不能乱动地方 对呀 皇上 我现在一动也不敢动 只要轻轻一动 就疼得厉害 我现在就是有点疲惫 想好好休息一下 好吧 燕统领 小强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还有 伤害小强子的凶手 尽快击拿鬼案 陈领旨 公司后皇上 那你先好好休息 嗯 皇后娘娘 快盖好位子 快盖好位子 大人 出什么事了 扶小梅死 被燕长云救了 我怕是日后 还会生出很多麻烦 那要不要我找个机会再动手 不必 他既然没说出我是凶手 说明他心里还有一定的障碍 这个人虽然得了失魂症 倒是有几分聪明 可是他多活一日 势必会对您多一分危险 他毕竟是白毅的人 如果说真死在我手上 白毅一定会跟我生闲戏 先饶他一命吧 说不定日后还有用处 是 云韶司怎么说了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派人监视初月了 好 明日再安排一场好戏 我倒是要看看初月的真实面目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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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点 谁笑呢 还有 以后进来记得敲门 好好好 我跟阿诚刚才查看了小强子出事的地方 我亲自模拟了一下 小强子是后摇中刀 小强子是被熟人做案了 他肯定是隐瞒了什么 知道了 还有事吗 有啊 还有小强子被杀一时 目前除了断定凶手身上有财粉之外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自从这小强子死后 这孝权似乎变了 时常去搞定凶手 在各部逛园家里喝酒吃茶 你说这萧全是不是有问题啊 天江 小强子 你醒了 安安 没事你就出去 小强子 那我先走了啊 老大 走了 醒了 快盖好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我们在查找刺伤你的凶手 刺伤你的人 你是不是认识 我不想说 你能不能别问啊 连我也不能说吗 你有你的理由 我尊重你的想法 不过下次再遇到什么危险 一定要多加防范 我送你的玉骨绍 一定要随时带好 放心吧 鱼骨绍我拿着呢 但是这个仇 我一定会找机会抱回去的 要上药 想uplar 继续 继续 帮助 命 好 removal coma 麻糙 褚 你 为什么要帮我隐瞒 我是女人的事情啊 不是帮你 是帮我自己 身为前一位的统领 却让一个女人化身太监 入了宫 是我的事实 若被御史参奏 我这千余位的统领 怕都是保不住了 难道不是因为担心我 要不好了 睡觉吧 你就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才帮我隐瞒 但我是女孩的事情 你还嘴硬 该好 师兄 对不起 也好 我再也不会让这个人再伤害你 是啊 虾啊你 姑娘 你没事吧 这不是云巢寺的初夜姑娘吗 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不要你们管 去哪儿啊 啊 让我猜一猜 灰禽狼鹊 是不是啊 你要干什么 你滚一边去 请你自重 一个婊子让我自重 大爷我就是不自重了 我就看看你 谁在背后扔石头 一定是你的骗子 是不是你的骗子 骗子 小小子骗子啊 说 是不是你的骗子 是不是你的骗子 滚 大哥走吧 走吧 走走走 姑娘 你没事吧 感谢公子和姑娘搭交 我还有事 告辞 等等 这萧万里的门声 顾力遍布潮体 仇家又多如牛毛 这么复杂的关系 怎么找杀下 萧万里的线索啊 太难了 你有没有想过 萧万里死后 谁的获利最大 这么看来 似乎是她儿子萧全 最可疑 我询问过萧府的下人 当天他们父子俩 确实有过争吵 这自从萧万里死后吧 这萧全的种种迹象 确实很可疑 一夜障目 不见泰山 有时候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老大 那你们先聊 我先车 走了 初夜那边有情况 雷叔刚传来消息 说刑部密探 进来活动频繁 为保安全 暂时隐匿取消联络 但是 初夜好像被萧全给盯上了 这萧全之前 是我们小瞧她了 这个人之前 就完美地有些异常 这次我们要不要想个办法 把她给办了 不可轻循妄动 那要给她点教训 怎么也要让她尝点苦头 把她变得要求 走 她要照顾了 所以她想要そう 这事 遥是她的 现在没有生云 跟我细菲 你想去帮她 些死 她的叶子 这型 呢 一叶子 好 好啊 初月姑娘的琴迹 果然不错 萧大人过奖了 姑娘虽落红尘 依旧脱俗雅致 不愧是 雷报雷将军之女啊 许久没有听到父亲的名讳了 世事无常啊 萧某深知初月姑娘一家的冤屈 但却无能为力 实在是惭愧 但愿有生之年 能帮姑娘洗清冤屈 脱离苦海啊 人各有命 奴家 人命浮薄 只能接受上天的安排 萧大人的好意 初月星领了 月英 赏 赏 初月 朴日 老公 急 早 小园 布 白 回家 队 刚刚 俺 我的事还没痊愈 还不留下来整顾我 你傻呀 不是从来也能留下来啊 小强呢 好多天没来看你了 伤怎么样了 早就好了 真想去外面看看 坏了 师弟的信号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如今这都城 真是舆论混杂 这方案号都明目张大 指不定又是哪些坏人要接头 就非得也是坏人嘛 就不能是一些 普通朋友的普通聚会嘛 腰牌借我 你干嘛 我去街头 头几天认识的一个 投缘的朋友 那可是 独书我们太监的约会 你想一起去啊 走啊 行行行行 接了 走啊 不是让你杀了燕长鱼吗 你怎么差点被人杀了 哎 是不是燕长鱼干的 不是他 他没那么想象的那么卑鄙 他 他心狠手辣 冷血残忍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师父吗 我都不记得师父 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也对啊 哎 师姐 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我就是觉得吧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通过最近的相处呢 我觉得他人还不错 有担当 还有责任感 而且还救过我几次 这次受伤 还主动把床让给我 还亲自 亲自什么 亲自照顾 师姐 你这口气不对吧 难不成 你觉得燕长鱼喜欢你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他怎么可能会真心喜欢你呢 我 以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 你无论是身材 外貌 还是头脑 都不太可能被他喜欢了 那就是 你喜欢他 你别胡说啊 我可没有 师姐 如果让师父知道 你对燕长鱼有了感情 你必死无疑 你可不能做了人家的美男计 倒头来 再让人家把你给害了怎么办 美男计 太狠毒了 那我就只好 将计就计 然后再反将一局 师姐 你放心 我现在特别好 我特别有感觉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他一定会被我的魅力 所折服的 好你个燕长鱼 前一刻刚说完你有责热感 下一刻你就进青楼 师弟 今日师姐有事 咱们改日再约 师姐 厨元 你走吧 走 为什么要走 你现在已经被萧全盯上 刘夏晨会给你带来危险 不是的 他只要我抚琴奏乐 谈论一些诗词歌赋而已 况且 况且我留下 也能为你打探一些消息啊 不行 如今局势混乱 你还是尽快离开都城 比较安全 那我 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不要再回来了 我会趁此机会 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以后 你可以脱离奴集了 我不走 我也不会离开 全都城都知道 我是明夜长云的女人 况且 我突然消失 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你放心 我会想一个万全之策 明天 铅 你会想一个人 我会想一個人 两位 想起来 你 你 好 来 好酒啊 来 来 我先花香 好 我先让你 这是我刚为你做的 你试试 初遥 这个 好像不太合身 你怎么来这种地方 你怎么来这种地方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发了 钱多了没地方花什么事 初遥在你里面吧 有什么事回去说 你看你那做贼心虚的样子 你到底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时间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燕大哥 来来来 我想明白了 你说得对 但是 这大场合不合身 还得人试了才知道 就算是不合适 你可以留着吗 留着留着 来 我替他留着 你不说要回家说吗 走啊 回家 我过几日再来看 她肯定是个女人 初遥 你要小心哪 燕童领这棵摇摇钱树 你可别弄丢了 这个大场好啊 怒啊 我 这下天气再冷 燕童领都不怕了 不累吗 不累啊 这不都到门口了吗 回去喝口水我还能接着说 小强子 参见皇上 小强子 朕今日无事 特地来看看你 你身上伤好了吗 好多了 谢谢皇上关心 你在这儿养伤 朕不放心 要不还是回到朕的身边吧 朕那条件好 更方便你养伤 好像有道理哦 不行 为什么 他毕竟身份卑微 皇上仁慈 体恤小强子伤重 但外人看了免不了 指责小强子 恃宠而骄 也影响皇上轻语 皇上 我正要跟您汇报呢 最近我发现 谦与卫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个思想问题 是出现在根本上的 不过您放心 我作为皇上的人 我肯定能够帮您 从根本上 解决掉这个问题的 可是你身上的 皇上 这天色也不早了 您身为一国之君 日理万籍龙体需要休息啊 等我杀好了 马上就去看您 恭送皇上 好吧 朕就先走了 现在可以聊聊我们俩的问题了吧 天色不早了 我去找天家他们 叶长云 你长本事了吧你 别动 你身体还没好利索 别乱来 燕统领 这是在教训我呢 我是在关心你 别呀 你关心我干吗呀 你去关心 娇弟弟的初月姑娘啊 你看啊 她又会唱歌 又会跳舞 还会做大场 燕统领 你今天怎么没穿大场啊 给娇娇看看呢 不想穿 什么大场 你还不知道呢吧 初月姑娘给燕统领 做了一个大场 续花有那么大 一个大场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个女人长个手都会做 老大 咱们可不能被这点 小恩小惠给迷惑了 毕竟 天窍 刚刚那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我说啊 就算老大再赢 都很难过这一关 不行 我得给老大买个大场去 其实跟燕统领在一起 也挺好的 人嘛 长得也还可以 差事呢 也还不错 还是跟千语为统领 怎么算也不吃亏 就算吃亏的话 他命里遇上我 也算是他此生有一级了 而且 燕长云早就知道 我是个女人 还刻意帮我隐瞒了 不就是怕 都知道了之后 疯狂追求我的人太多 你有危机感吗 男人嘛 都懂 这说也没什么用啊 这个男人分明就是喜欢我 还故意不说 那么大个男人 他也胆子那么小 算了 本姑娘原谅他了 行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 为你做一件大场吧 也不是非要做大场吧 关键是心意 换个思路 也不是不行 挺好 好 好 真是心灵手枪 小强子和燕统领的关系 近来是越来越新近了 最近还不怎么爱搭理我 这以后正在他的眼里 还能有什么位置呀 不行 你去把小强子叫来 皇上 上午派人去叫了 小强子不是在做大场 忙得很 这让你去就去 就说 朕病了 病了 皇上 听说您病了 病这么严重 好 扶朕起来 来 自从你去了千语位 你也不跟朕来往了 可不来看看朕 我这儿不是忙吗 朕心里难受我 皇上 那您要是说您生病了 我就不就过来了吗 朕知道你在千语位忙 不忍心打扰你 您说什么呢 咱们都是朋友 这不说来就来了吗 参见皇上 燕童林怎么来了 臣听说皇上病了 心中担忧 特意带了曲太医 来给皇上诊卖 朕自己的身体 朕自己知道 静养面好 曲太医 请回吧 皇上 您可是南国的支柱 身体可不能有半点问题 曲太医 在 诊慢 是 皇上 你 应该很严重吧 很严重 非常严重 皇上 你这 你这是感染了风寒了 太严重 太严重了 这么严重啊 那怎么办 皇上 要不我去给你炖点热乎的汤喝 皇上 风寒 风寒应该卧病静养 不宜与外人有过多的接触 一来影响龙体康复 二来 这万一风寒要是传染出去 可会影响整个后宫的 冯公公 是 吩咐下去 不得有任何人接近皇上 影响皇上休息 也不是这么严重吧 皇上 还是要为龙体考虑啊 臣和小强子 就先告退了 皇上 那您好好养病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您 臣也告退 来来来 躺下 来 来来来好 躺下 盖好 走了啊 小强子 小强子 你担心我啊 我只是觉得 你伤还没好 别到处乱跑 以免连累别人 那你放心 我的伤早就好了 是冯公公说皇上病重的 你就那么信任他呀 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 你看啊 皇上都虚弱成那样了 脸还那么白 难不成还是磨了粉啊 也不是不可能 男人怎么用胭脂粉彩啊 男人怎么不能用胭脂粉彩啊 燕长远 皇上他是一国之君 他生命召见我 能抗止不去吗 你说对不对 我们的职责不都是 保护皇上吗 你想保护皇上是吗 那晚上来训练场干嘛呀 当晚上来训练场干嘛呀 拔刀 拔刀 干嘛 训练 现在啊 你不是要保护皇上吗 不把武功学好 关键时刻如何保护皇上 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燕头领 我发现 你还挺小气的嘛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了 别生气了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是吗 当然了 那身为最好的朋友 帮我个忙 没问题 是吗吗 大爷 是 是 是 好你的演唱员 又会旧情人 还让我在这儿守门 我不吃醋 我有什么好吃醋的呢 春月哪比得上我呀 不吃醋 我 人海茫茫 路漫漫有城 儿时一面 流年难相望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暮色望凌散月光浮离山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幽柔长 情字长心脏 抽到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不满猫 风险绕万我轻放 不舍 不忘 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出现满只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把你放牵上 若只能与你齐来一场 何惧风雪扰软我心房 不舍 不悔 是为你衷肠 何与你出现满只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 高水与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怕你放心上